接下来让我们迎接回超速青年乐队 有请他们 你们觉得在梦想音乐节的舞台上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 观众给大家的反馈是什么样的情绪 对 我感觉就是这次这边的观众非常热情 而且评委也非常的专业 所以大家玩得开心吗 演得很嗨 对 很开心 你们是我们梦想音乐节 这第九单元下半场第一环节的最后一支队伍 所以你们的成绩至关重要 因为决定着谁 哪两支乐队将会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终极竞演环节当中 去争夺第九座梦想音乐指导杯 想不想知道这个结果 想 很想知道 但是目前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大家已经很安全的那支乐队是来自北京的 蜜唐先生乐队 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安稳地坐在那里好好休息 等待最终的终极竞演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请出来自呼和浩特的赛林特乐队 来到我的身边 来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超速青年乐队这一轮的票数情况 一起来看 227票相加上半场的成绩之后 我们得出一个最终的排名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北京的蜜唐先生 蜜唐先生乐队504票 来自陕西的超速青年乐队501票 第二位 那么第三位呢 就是我们内蒙古的赛林特乐队468票 所以在这儿要再次恭喜来自陕西的超速青年乐队 你们现在安全了 准备一下吧 还有最后的终极竞演 好吧各位 那来自内蒙古的赛林特乐队呢 是现在排名第三 也就意味着他们将离开我们这个舞台 想过这样一个结果吗 我们的音乐能够通过辽宁卫视的这个平台得到更好的传播 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现在它已经实现了 谢谢大家 我们带对DJ来说几句吧 因为毕竟是你带来的队伍 看到这样今天一个结果 你心里面什么感受 当然首先我是依然为赛林特这样一支从内蒙古走出的乐队感到骄傲 纵然现在他们是在北京发展 但是在音乐当中都能够更多的去感受到那种民族的范儿 这点我特别的荣幸 其次来说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每个人都在追寻着音乐梦想 虽然我们赛林特乐队 今天在这个 姚宁卫视的梦想音乐节的舞台上 暂告一段落 但是我们的音乐梦 依然会继续 依然会坚持自己的这份音乐梦想 走到更高的舞台 我给大家去展现赛林特的 美声金属的独特美丽 谢谢谢谢 其实我们梦想音乐节的观众 也一定会记得 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 有自己特点的乐队 叫赛林特 是来自呼和浩特的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坚持 自己的音乐道路和音乐梦想 不要放弃 一直走下去好不好 再次掌声送给他们